2024年刚刚到来 退役许久 今年已经41岁的前UFC次中量级冠军泰龙 伍德利在国外竟然意外火了起来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要付出意 或者是以往在UFC的表现 而是他的一份18进录像 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流传的缘故 随着这个视频 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讯息 全迷们和吃瓜群众纷纷开始转发评论 并且将其与伍德利过往的职业生涯联系起来 伍德利的老对手 曾与他打过两场拳击比赛的YouTube网红拳手杰克·保罗 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动态跟风评论 他说道 我的所有对手都吃得很好 这条动态当然引起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关注 这也是杰克·保罗近期热度最高的一则帖子 国外网友们纷纷下场 发着各种段子和搞笑的表情包 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震惊和吃瓜心态 甚至还有不少卖片的浑水摸鱼 发布各种假链接引诱网友点击 而就在数天前 伍德利其实刚刚在媒体面前公开露面 他向记者透露 包括GSP和大麻尼克·迪亚兹在内的 前UFC明星们拒绝了和自己在中东地区比赛的巨额报价 他在接受TMZ体育采访时表示自己可以做主谁来参赛 他也希望能和这些传奇选手们交手 并且认为他们在当年没有拿到应有的金钱和尊重 这次比赛的报价大约达到了八位数 如此巨大的数目 在格斗选手中来说绝对是个天降 不过也尚不清楚为何大家都拒绝了他 今年已经41岁的伍德利 在过去遭遇了六连败 上一次出战还是在2021年12月 六场失利中 包括两次在拳击比赛中输给杰克·保罗 在UFC中他先后败给乌斯曼丢掉金腰带 随后又输给了伯恩斯 卡温顿以及文森特·卢奎 输给保罗的两次比赛 分别是分歧判定高负和第六回合遭重拳KO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伍德利在这些比赛中赚了不少钱 话说回来 刚刚在媒体前露面表示自己混得不错 就在网络上爆出了如此丑闻 不知道伍德利现在又做何感想 接下来故事会怎样发展 让我们持续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